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新活動 美夢先宗 金夢大危機特殊結局 星雄鐵道 2.2版本 活動鐘錶小子 美貌往事 已完結 活動攻略夢大作戰 鐘錶環遊記 金夢大危機 迷夢大冒險 美夢大機密 特殊結局 愛汽水的鐘錶小子 這一批是金夢大危機 我們承接上一批 去做一下他的 特殊結局 直接通做活動 傳送到皮斯面前 對話 對話結束之後 在這裡我們直接點擊剪輯 來到我們剛才沒做完的 金夢大危機 點擊進入 然後這一次的話 我們選擇上方 新出現的這一處章結 第五幕 第三章 直接開始 然後先添數字 跟著我填 5.3.2.6 然後繼續 這裡基本上都是唯一選項 不要自己亂填 我自己嘗試了四次 一直失誤 這裡的話 大家慢一點 跟著四瓶田就可以 然後這邊選擇 3.1.2.6 去做下一步 否則的話 我們最後點不夠了 我們的情緒不夠了 就是我們最後沒有達到要求 1.5.6.6 按接順序 完成之後繼續剪輯 這一處的話 選擇 1.3.2.3 進行剪輯 這裡我們感動和歡笑不夠了 那我們就根據他扣的點 選擇 2.3.5.6 2.5.6 3.5.6 好 繼續 這樣的話一變過 完成之後剛好滿足他的要求 繼續剪輯 然後快進 剪輯 這裡達成隱藏的 這個結局 特殊結局 完成之後 11.1段 旁白 旁白結束 我們這一批也就結束了 好 我們下一批再見 好 沉結上一批 我們這一批去做美夢先中 這一處任務 再次和彼此對話 這一次我們打開地圖 好 不需要打開地圖 對話結束之後 我們打開活動 然後點擊 開始剪輯 還有剪輯中的合作廣告 去插廣告去 美夢先中 點擊 開始追踪 傳送 好 到了任務點之後 我們面前MPC 直接和他對話 對話結束之後 選擇第一項 然後進入美夢先中的挑戰 我們直接開始挑戰 這一挑戰 特別簡單 就是拍照 然後大家 完美完成 所有導演的要求 就可以了 這拍照特別簡單 不會漏 第一處 你去把這些所有人 全部拍進去 拉大 就不用拉大了 說最小拍就好 防止有人漏掉 拍完之後 MPC 對話結束之後來到第二處 第二處的話就把這三件東西都拍上 一開始只有三件 沒有漏 確定就這麼少 再拍一下 結束之後對話 對話結束之後再拍第二張 第二張的話 打開線機 四處 那麼四個全部拍上 需要我們來到左邊 斷一下 五處 把這五處全部拍到 拍完之後 我們來到第三處 第三處的話 先來到正前方 對話結束之後 把這折子的小鳥 給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 這也是要拍照的對象 拔出來之後去拍第一張 第一張的話 我們就在界的位置了 好 全部鎖到 就可以了 然後再次去拍 把這隻折子小鳥也拍一下 長了五個目標 把都掃到 都掃到直接拍就行 看他們擋住的話 你就等他們走開 拍完照之後 對話 對話結束之後 我們的任務就全部完成了 會達成這 拯救 沒有夢小鎮的魔術師 然後完成全部任務 那麼我們緊接著 就去做下一批 這一批到這裡的話 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批再見 記得關注再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